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上帝的殿中,来到这里看见大家是多么的好,我们直到现在这个天气转变,气候转变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人上风,就是这样的季节,我们能够看见,听到我们的热灵小组,看到他们多么的季节, 这可能呢,也让我们一些人感到羞耻,Christmas说到我们一些热灵朋友不断的重复又重复,这也提醒我,我们在婚姻有时候也会发生,我知道如果我重复,问问题,问多一次的话, 他也会生气,可能有时候,这当然不是因为我年老,年纪老,可是是因为我没有专注,没有专心,可是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他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充满恩典,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聆听你的话语,来赞美你的名,送赞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救恩,求你赐福于我们以下的崇拜,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今早,当然要不断的专注在上帝的面,我们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把我们的心转回,朝向上帝。 我刚从新加坡回来,就参加一些聚会,那我们就有听见这个新闻,就是新航的这一个飞机,就发生了这一个,面对了这个很气流的这一个, 影响。 虽然这个新航是我们世界最好,最佳的航空之一,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就会, 离开新加坡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问,如何的道别,就是呢,说到,能够路上平安,不只是,我去,我们下次见,还是什么。 然后他们也会提醒我们,我们必须记得穿我们的,戴我们的安全带。 后来,我和我的朋友就是做了新航回到澳洲,我们一坐下,我们就把这个安全带戴上了。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我们所需要做的。 有时候,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也是否有意识到我们在,敬拜,赐给我们救恩的真神。 那,我们的第一首诗语歌,我们的第一首诗诗歌,她名字为Carolina Sanderberg,她是从自尊国的国家。 她是在从瑞典来,她时的音乐,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她就缺腿了,不能行走。 可是呢,主会称,主医治了他,帮助他能够再次的行走 然后呢,他就不断的信靠,更加的信靠上帝 可是有一次,在他26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 就出货,淹死了 他当然多么的伤心 可是他不断的朝向上帝,仰望上帝 得到他的安慰,他的力量 然后他就呢,篇写了这一首诗歌每一天 唱到了上帝如何的,会在每一个时刻 给他力量,让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He fain would bear and cheer me He whose name is Counselor and Pal The protection of His child and treasure Is a charge that on Himself He lay As your days your strength shall be in measure This that pledged to me He made Help me then in every tribulation So to trust your promises, O Lord That I lose His face of isolation Offered me within your holy word Help me, Lord, when all in trouble meeting And to take us from a Father's hand One by one of days and moments fleeting Till I reach the promised land 祝福之一 几周前 我去到我一个朋友 工作朋友 他父亲去世的葬礼 我没有认识他的父亲 可是我知道我这个朋友 他长大的时候 没有他的父亲 当然我 直到他去世的时候 我就去到这个葬礼 去支持我的工作的朋友 那令我惊讶的就是 那令我惊讶的就是 他的父亲 其实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其实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这人是一个工人 然后其实他在我的家做过一些工作 然后其实他在我的家做过一些工作 然后他也是一个简单勤劳的人 那所以我知道这是我工作朋友的父亲的时候 我就感到惊讶 然后呢更惊讶的就是在这葬礼的时候 这个举办葬礼的人 是一个基督徒的葬礼 我就学到这人 他就是在他的晚年才认识主耶稣基督 他如何的爱他的孩子 他的孙子 我记得非常激励我的心了 就是他的孙子是三岁 上台分享 就为他的爷爷哭流泪 就说我的爷爷告诉我 我必须不断的跟从耶稣 然后呢为了敬畏他 我就一心要如此行 我也感到非常的感动 我以为我知道他是这个工人 可是呢他在他的晚年 有了对他家人有这么大的影响 虽然 这就提醒我 生命是多么的重要 重要的不是你有的房子 你的工作 你的名誉 而是 虽然这个人 他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挫折 可是他找到主 他找到新生命 他能够感动 然后呢 向他的孩子传福音 就在马太福音 六章 这里 耶稣说我们要求天国 还有他的公义 这一切都会添加于我 我们下一首诗歌 我宁愿有耶稣 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诗歌 我非常喜爱这一个爷爷 这一个人如何告诉他的孙子 必须不断的跟从耶稣 让我们一起也转回耶稣 仰望他 跟从他 让我们一起站立唱这首诗歌 我和我们高额 和我们一歌 我会断与我们一首诗歌 我想到我 希望下期待 我比他大 named 或是基说 从他一体 我想 frå过 我的upa 因為以前 缓取 以青操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men's applause I'd rather be faithful to his dear cause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worldwide faith I'd rather be true to his holy name than to be the king all of us to be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is there an end in leaves of rarest bloom is sweeter than honey from out of the pure place all that my hungering spirit needs I'd rather have Jesus and let him leave than to be the king of a vast domain or be held in sin's dread sway I'd rather have Jesus than anything this world affords today Thank you for your name Thank you for your life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分享,我们都不断地被提醒,生命,我们必须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 我们要回到使徒行传一和二章,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我们感谢祢,我们能够成为祢国度的一部分。 求祢帮助我们不只是相信祢的真理, 可是呢,好让祢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变得更加的真实。 天国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我们的现实。 求祢赐福于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来从使徒行传的起初的教会学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我们不断地说,经常说我们会被影响。 可是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被打击。 打击过后的影响。 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受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有看到那个新闻。 然后,大家现在都不断地意识到,必须要绑安全带。 可是在这里,我们的信息不是死亡。 我们的信息是神的国度,天国,影响我们,打击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充满主班的挑战。 可是我们必须专注在天国的事,神国的事。 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教训他们,指导他们,改正他们。 可是他最重要的,他影响打击他们的心。 天国对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真实。 他们的生命就改变。 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二章。 有时候我们阅读这样的经文,我们要问自己这是否是真实的。 使徒行传二章。 在41节。 我们要问自己这是否是真的? 这就好像一个梦一样,我们只能梦想。 使徒行传二章41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彼得他是给了一个信息,然后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所以,你在今天,你有看到哪一个教会这样子发生。 第一,没有人领受上帝的话的人。 第二,也没有人想要受洗。 可是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 他们开始有十二。 然后, 主耶稣有一百二十人。 他们花了三年。 教导他们。 他教导他们。 他教导他们。 他教导他们的圣经。 他教导他们的生命。 他们人和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他们过去是多么的充满瑕子。 亚格和约翰。 他们是雷的儿子。 因为他们脾气是多么的暴躁。 耶稣也不断的必须改正。 赐责他们。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要定罪。 他们不是要拆毁,而是要拯救。 所以,我们阅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他们现在预备好了。 预备什么? 领受圣灵。 他们过去还没预备好。 所以,甚至他们领受了圣灵。 他们也不晓得如何被影响。 现在,上帝教灌他的灵。 他们就被圣灵冲了。 我们必须预备好准备。 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 然后,我就和Michelle聊天,就会和她沟通。 我就告诉她大学怎样。 第一年,她就说,我非常喜欢。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在中学去大学, 然后呢,他们就挣扎。 因为在中学,老师会不断地去鼓励你,不断地管你。 然后,大学有很多的这一个自由。 有些人自由是好事,有些人自由对他们是坏事。 他就预备好上大学。 有时候,我们男生去,我们新加坡当兵的,他们当兵过后就改变。 变得成熟一点,变好一点。 之前呢,他们就什么都不想做。 我们必须预备好,做好准备。 《使徒行传》二章,我们读的时候,他们准备好。 他们已经好好地被教导,被指导。 圣灵,被圣灵充满一百二十人,他们就有这个热心要传福音。 他们真的帮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 这不是说到有多数量,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三千人。 就是说到有这个大的影响。 天家,在他们这里,四十二节,他们都恒心遵守。 他们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持续了恒心遵守。 这就是奥特别人。 他们一直终于。 但是,他们怎么终于? 他们终于终于护士徒的教训。 看,这就是你如何知道这是真实的。 他们不只是来到这里,只是为了洗礼而已。 他们要技术,使徒要教导他们很多不同的事,就是学习关于教义,教义就是教训。 他们对使徒要教导他们的真理感兴趣,这就是你如何知道这是真的。 他们受洗就学习,他们也是因着他们要与耶稣感同身受,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扁,祈祷。 众人都拘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使徒就有效力地去传福音。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功用。 他们如何照顾彼此,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那就是他们的心,那就是他们的心,精神,神的国就变得多么的真实。 如果上帝,如果上帝赐福于我,我就要这样子运用,照顾别人。 他们彼此有这个爱心。 四十六节,我们就看见他们天天同心合一。 告诉我们他们的心,精神,同心合一。 不只是现在有一百二十人,他们学习如何的彼此。 他们在家里,捐顾彼此。 他们现在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店里,却在家中掰饼。 可能是简单的一餐,可是他们存着欢喜。 诚实的心用烦,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有时候你问自己,这是否是真的?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 发生了什么事?我要问你,我读到一个有趣的文章。 这是提醒我们,我读给你们听。 这是一个笑话,要我们来想,思考。 这就是一个公告给教会所听的,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伤心。 因为这一个星期,我们教会最喜爱,最珍贵的一个人去世了。 他的名字叫另一个人。 这一个人,他留了这个空白,我们不能够去不回。 这一个人,他做的工作比别人做还要多。 然后呢,做领受,做长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这另一个人,他做得更好。 他是更优秀,更优秀,更适当的,就是这另一个人。 当我们要教导的时候,他们都会说,这另一个人,让其他人做。 如果,大家都会说,这另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需要金钱的时候,他周记的,就是最大的。 很多人,很多人都会想,这其他人,另一个人,能够做办得到。 这另一个人,他是多么美好的一个人。 有时候,有时候,就好像超过,像超人一样,可是一个人只能够做这么多。 那么,他们,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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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所期待的,这个人的欲望太大。 现在,这另一个人去世过后,谁会做这另一个人做的事,我们不能够再依赖另一个人了。 这不是真的吗? 如果,呃,呃,我们说,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另一个人做吧。 我们释奉,另一个人会释奉的,另一个人会做,其他人会做。 可是,教会就不会成长,因为我们会不断的想,另一个人,其他人会做。 师徒行传这么有效率,这么不断的成长,因为他们没有想另一个人做。 他们同心合一的,一起侍奉,一起渴望。 让他们去周记别人,捐顾别人。 他们做,神是他们所,给他们力量所做的,他们就做了。 所以,神,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神添加的,教会的成长,其实是从神而来的。 神添加的,教会如何成长。 神添加的,我也自己被提醒,这个星期,我就遇见这两个,呃,男士。 他们其实,他们就问我,我其实是伯特利的牧师,可是我在养老院帮助。 然后呢,他们就是驾巴士的,帮助那养老院的。 我就问他,其实我们的,呃,呃,呃,来崇拜的会有,就是一百三十人。 他们就说,哇,那这是多么的大。 我们的教会只有四十人。 我们呢,呃,平均的年龄,七十岁。 平均是七十岁。 他们没有年轻人。 每一年,他们就会,他们的聚会变得越来越小。 会有变得越来越少。 这也是我们非常,呃,关心的。 这在伯特利也能够发生。 我们当然,要照顾我们的老年人。 可是我们也必须求上帝。 天佳会有给我们。 所以,我们在这里读到使徒行传。 他们如何地存着欢喜,领受使徒的教训。 上帝会添加于伯特利吗? 我也希望,我们也不要让我们年龄的平均也是七十岁。 每一年,变得越来越老。 教会会停止成长吗? 当然,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必须被挑战。 阅读这段经历。 他们做了什么,让教会有意义地成长,好好的成长。 。 上帝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 我们要再去看,他们所做很好。 他们做到好的就是呢,他们如何地让其他人认识耶稣基督。 。 彼得,他是一个渔夫,开始过去不是一个好传道,也没有口才,可是他恒心地去学习,直到他有一天能够帮助别人认识耶稣基督。 让我们看二章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 他们没有什么策略。 没有什么娱乐。 他有这个机会讲道,他就介绍耶稣使人认识基督。 因为他们问他们如何地在上帝面前活出来。 白头,他们少年人,老年人。 有儿女,他们就以为这些人是罪了。 因为他们一瞬间,就多么地为神有热心。 二十二节,彼得就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多么地明确。 是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其是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是神所证明他出来的。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你们自己知道,他即按着神的定义。 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远不能被死勾进。 他缘不能被死拘禁。 他就是耶稣。彼得分享基督是谁。 他就解释,大卫诗篇指着他说, 25、26、27、28节,说到, 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讲说神国的事。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凶坏。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凶坏。 因为他突然能够展示耶稣的圣经, 他能够展示耶稣。 所以彼得,他能够解释,从圣经里面解释, 说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讲说神国的事。 他就告诉他们,弟兄们, 不断地明明地解释。 很多时候,我们不晓得如何地去 介绍耶稣,分享耶稣。 彼得他学习如何地这样做。 因为这一切他所学的,现在变得多么的真实, 多么的美好。 我们来看他说了什么。 他告诉他们解释圣经。 我们来看36节, 因此,他告诉他们, 福音信息与主耶稣基督本人是一致的,在一起的,连接的。 因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 神以经历祂为主,为基督了。 今天,耶稣是非常严格的。 耶稣死于你的罪。 那,那什么意思呢? 耶稣死于你的罪? 耶稣为你的罪而死是什么? 就是,这是你的责任。 这就是你,因着你所发生的。 为了你的缘故。 我记得当我十八岁的时候, 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知道我没有很多知识, 所以我就不断地阅读。 有一个作者,我到今日还在阅读的。 就是A.W. Tozer。 他有一本书,我十八岁。 这本书是名字, 《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是很旧的一本书。 我不能够忘记这本书。 十八岁,我以为他会说到历史。 可是第一章就说到,不要责备其他人。 不要赖别人。 我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都是这原因的一部分。 所以,我是因着我,打击了我。 就改变了我,如何的聆听福音,领受福音。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问题,我们远离这问题,很容易听。 可是你知道,这问题是因我们所造成的,就打击了我。 我也没有忘记那句话。 我就读了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是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一分子。 当然他们没有真正的钉,把那个钉钉在耶稣的手上。 他们在那里,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 可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 彼得,他只是介绍主耶稣基督而已。 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基督。 这是证明的。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神已叫他复活了。 这个福音,我们在读。 他没有叫他们做决定,他让他们自己做决定。 他让他们自己做决定,做选择。 我们看他们的回应。 37节的。 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杂心。 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 是因为我们的罪吗? 他们就为了自己的心灵。 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 我们当怎样行? 耶稣认识主耶稣基督,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我们就听,看到一个个人的回应。 他们当怎样行? 彼得就鼓励挑战他们。 你们。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舍。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这是我们一部分的。 我们要怎样行? 我们必须悔改。 第二,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 第三,有这个应许。 是给我们的儿女。 它是给我们的儿女, 还有并一切远方的人。 这是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彼得所说的。 你们当助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于是他们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这就是我们的挑战。 神的国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真实。 是否值得我们自己会分享了解主耶稣基督。 向别人传关于主耶稣基督。 关于我们的罪,我们需要悔改。 我们不能够叫人回应。 我们只能够分享真理。 这真理就会使他们得自由。 不是每一个人都做了回应。 有些人扎心,可是他们就停止。 没有回应。 他们没有做下一步去领受。 凡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洗礼不是说到你悔改而已。 可是你必须知道。 你必须领受耶稣基督。 你必须晓得主耶稣基督。 我要相信他。 我要跟从他。 我要从他学习。 我要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因为我是,我不要再成为那叮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人。 所以他们没有。 所以他们没有。 不只是,呃,不只是扎心。 可是他们回应,他们悔改。 是扎心。 我们必须,有这一个。 恒心不断地持续。 定心地持续。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的挑战。 我们必须,要传福于。 我们的年轻人,乐领人是。 年轻人也是。 我们不是要教会添加数目。 我们专注的不是数目。 我们所眷顾的就是神国的事。 我们相信,我们就要去分享。 我们喜爱,关心别人的心灵。 这人不相信上帝,不认识主。 他就这样子灭亡了。 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被激励。 不断地被教训成为这教会。 神就添加得救的人给他们。 所以,三千人来到伯特利,我们就糟糕了。 我们不能够持续这三千人。 所以,我不是说到几个人。 可是我们必须穿福音。 我们能够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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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他們就被感動,深深感動。 四十七節,讚美神,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嫁給他們。 人就被教會吸引,他們看見他們,這一些人得眾民的喜愛,就像耶穌基督一樣。 有主的智慧,主的慈愛,彼此捐顧彼此。 彼此照顧彼此的需要,沒有說另一個人做,需要就做。 我讀,我去問,這只是一個夢,或者是真實的。 我們必須問自己我們是否會一心地去傳福音,一心地說我們團結,分享,與別人分享和傳福音。 我們要照顧別人,因為我們相信神的國。 我要和Victor說肯亞現在多麼的糟糕,多麼的困難,因為他們現在有這個水災。 我們是否會一心地去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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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肯亞人,可是我們是神。 國度的人,他們也是我們的弟兄。 我們是否會一心地去傳福音。 我們是否能夠捐顧他們,是否能夠幫助他們,支持他們。 這就是真實的天國的意義。 我們要與別人分享耶穌基督。 我在養老院,我在養老院,在每一個活動,我們都閱讀聖經。 在少年團,幫助每一個人認識主。 這就是我們的挑戰。 為什麼?因為這是真實的。 你相信,深信,當這一切都在耶穌,主就會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 這是自然的。 來自內心會發生。 可是不在的話,教會會慢慢地死。 無論教會如何是何等美好,也會一樣。 所以,每一個來到在伯特里,這麼久的,讓我們成為教會的一部分。 神明,這教會的生命和成長的一部分。 我們在天上的福,我們求祢,幫助我們不只是閱讀聖徒行傳。 看見就好像一個夢想一樣。 我們但願它會發生。 可是讓我們做出行動,讓我們被挑戰。 成為就好像彼得,師徒彼得所說的人一樣。 讓我們也能夠得到這寶貴的信心。 有知識,有智慧。 去理解你的話語,能夠有信心地去傳講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求祢幫助我們成為如此的人。 成為我們能夠得到的這一個現實。 求祢幫助我們,不只是被祢的信心、話語、雜新。 讓我們悔改。 讓我們被祢動工改變。 求祢聆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我們現在要唱最後一首詩歌。 我們就要求上帝赐福於我們。 然後我們就要來給奉獻。 來支持神國度的工作。 讓我們把這首詩歌成為我們真正能夠唱出來的一首詩歌。 成為神國度的一份子。 我們是我們能夠同心合意地去一起祷告,一起施奉。 我愛我主教會。 我愛我主國度。 讓我們讓我們一起有意義地唱這首詩歌。 成為一個特別的祷告。 我們現在要站立,一起唱這首詩歌。 我們要唱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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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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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哪 Chancellor beauty是iness спрос。 歌唱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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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給小者們 vars上歌。 歌唱這首詩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上帝赐福于我们 现在愿这伟大的真神 他已将他的国度 透过主耶稣基督 显现了他的国度 传遍了他的国度 愿他能够赐给我们信他国度的这个真实心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也使我们能够超过忏悔 可是不断地持续 直到我们能够成为这教会成长的一部分 愿圣灵也在我们的心动宫 不断地添加 这个爱主国度的人 进入我们的团契里 愿荣耀归于他 从今直到永远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